北有铜火锅 中有锅油肉 南有大会菜 山西美食那么多 到底谁是最能代表咱大山西的特色菜呢 别着急 官宣来咯 最近 由山西省商务厅等六部门 联合主办的品鉴山西美食 尽享山西味道餐饮品牌推广活动 落下帷幕 专家委员会 从246道特色剑菜中 评选出十大剑菜 分别是 锅油肉 大会菜 糖醋鱼 香酥鸡 扣肉条 糖醋丸子 虾酱豆腐 醋焦羊肉 葱烧台膜 石锦铜火锅 小伙伴们的口水暂时收一收 咱们先来看看这份十大剑菜名单的菜系分布 从地域上来看呢 这份名单涵盖了山西菜的南北中三大派 山西菜的南路以运城 进城 林坟 长治地区为主 菜品口味 偏清淡 菜肴 擅长 熏 汤 卤 烧 焖 蒸 等技法 大会菜和扣肉条就是山西南路菜品的代表 而山西北路菜以大同和五台山为代表 口味偏重 烹饪方法以烧烤炖闷蒜等为主 讲究重油重色 油厚咸香 石锦铜火锅 醋焦羊肉和葱烧台膜 就是典型的山西北路菜了 最后再来看看以太原和近中为主的山西中路菜 坚收南北之长 还吸收了卤菜的烹饪方法 以咸味为主 酸甜为辅 菜肴讲究酥烂香嫩重色重味 想要品尝山西中路菜 糖醋鱼 糖醋丸子 过油肉 不容错过哦 还在等什么 赶紧呼朋引伴 舌尖上的大山西 约起来咯